绿意盎然的季节 是杰村一年中最美的时光 罗布在工地上的临时工作 还算顺利 收入暂时有了保障 但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狗熊 频频给杰村的牧场带来麻烦 也让妻子普斥 担惊受怕了好几天 牧民分散放牧 狗熊偷袭防不胜防 顿珠书记一直在想办法 鼓励大家加入合作社 集中放牧 能让闲下来的牧民有机会 投入到薪酬更多 更稳定的工作中去 但大半辈子都与羊为伴的牧民 一时间还是难以接受 普斥的担心 也是很多牧民的真实想法 加入合作社 虽然告别了放牧的辛劳 但没有一技之长 像普斥这样的牧区女主人 一样举步维艰 那么杰村将会发生 什么新的变化呢 罗布一家又将面临 怎样的选择呢 攻坚日记持续关注 剩下八月 家家镇结村 并因为一场盛会的如期举行 而热闹起来 这届农牧民运动会 继柴大赛 是第二次在杰村举行 以前的话是农区的旺国家 后来是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 每年每度都要举行农牧民运动会 跟那个产业大赛 整个会期一共四天 一些打破传统的新式运动项目 反而更吸引牧民的兴趣 不少女性牧民的参与 让草原多了几分 与众不同的色彩 小火焖民运动会 小火焖民运动会 一旅行 一旅行 二旅行 有无用的 公元 对 我们有用的 你也不有用这个 公元 我们有所需要的 在家伙伴 我们有无用的 在家伙伴 休息娱乐之外 牧民也通过这次难得的集会 寻找商机和新的工作机会 最后一天的傍晚 原本是期待已久的篝火晚会 却被突如其来的这场雨剿灭了 节村迎来了属于它的漫长雨季 现在到目前为止的话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生序这一会的话 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 因讯息导致生序从案的这种 一次都没有接到 这个是一间装这个炉的时候 弄了个洞 然后那个没分好 所以到了雨季的时候 出现这个低水的现象 雨季最担心的是牲畜死亡 和房屋漏雨 顿住书记忙着处理 牧民反映的各种问题 住村工作队 办公室漏雨了 也还没来得及管 连绵的大雨光临草原 牧民心底是欢喜的 罗布还在不远的镇子上打工 朴翅一个人在家里忙着家务事 因为牛羊都加入了合作社 他一下子没了试作 就从牧场搬到镇子上的新房子里住了 新家里一张特别的全家福 被朴翅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一家四口人 各忙各的事情 竟然一年到头 也是巨少离多 朴翅盼着能有机会 全家人能天天在一起 不用这样三天两头见不到面 窗外的雨一直没有停的意思 朴翅几次停下手里的活迹 向村委会的方向张望着 下午六点他要到村委会去 一件他期待已久的事情正在等着他 明天杰村中式烹饪培训班要开班了 这是杰村的推行合作社之后 解决赋予劳动力的新举措 从今年来看的话 报名的真数特别多 特别高兴 因为自家门口可以学到一个一级之上 并且可以通过相应的考试 拿到厨师的合格证书 他们既可以就业又可以创业 他们脱禀了以后也知道了 自己必须要有一门掌握的一门技术 从而到哪里都可以吃得香 今天来报名的人完全超出了预期 普世一直想开一家餐馆 挣不挣钱倒在旗子 重要的是有了餐馆 一家人就能在一起了 人多名额少 最终还是老规矩 抽签决定 普世所在的草组 名额不多不少 所以他也顺利地拿到了报名资格 今天杰村中式烹饪培训班 举行了开班仪式 穿上厨师服 普世盼望的新生活 算是开了个头 这不是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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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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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前 杰村人杰村中式烹调 厨师培训班开班仪式 现在正式开始 浪江向私养 läuft 澺 Israelites opti 的人 方式 想 一个 两个 本来 一个 一个 什么 。 自然 这 我们 现在 平静的外表 这一张张面孔 承载着不同的心情 结束了自家放牧的生活 他们要面对的是一次艰难的蜕变 有的人四十多岁了 还是第一次当学生 有的人肩负着一家人 开餐厅的愿望 倍感压力 有的人信心满满而来 但能不能把真本事学到手 心里也没底 不同的心事相同的期待 定格在这一刻 这批教学用具是从七百公里外的拉萨运来的 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日后要朝夕相处了 大家像是欢迎客人一样 把东西一一打理好 未来的希望像是已经握在了手里 忙了一天 普世到傍晚才有时间坐下来 手里依然没闲着 儿子尼玛这些日子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就往家里干点杂活 今天她把留在产业大会上的帐篷 从牧区带回家 我们在家里面 因为小时候生病 辍学在家 让尼玛一直耿耿于怀 现在既没有学历 也没有一技之长 独自在外打拼 真是难上加难 把放假的孩子集中在村委会 也是顿朱书记 在推行合作社之后 想出来的办法 牛羊都归合作社喂养 闲下来的中年人去务工了 孩子们可不能没人管 熟记期间学生的话人数比较多 熟记也到了 然后玩耍的小孩也比较多了 存在一个一定的安全隐患 所以集中到村委会学习 然后一起加入一些兴趣小组 因为我们祝宗工作队 论论要看着他们 然后进行课外扶导 家长也 如果是去劳务输入的话 直接可以去把小孩送到这里 学生都在那里 然后比较臭一点的小孩 点名在这边村委会当众 洗脚 给他们养中一个 还干净的一个习惯 一个假期下来 在同伴之家待过的孩子 超过了四十人 悄悄地 每个孩子身上 都有了一丝丝的变化 牧区的生活 在慢慢转型 孩子们应该是受益最多的 哪一群人 今天 尼玛给妈妈带回来 一个好消息 顿珠书记替她 报了一个培训班 让她明天就去 四百公里外的白狼 学习蔬菜种植技术 顿珠书记的好意 尼玛是知道的 一方面 想让她看看外面的世界 另一方面 也想让她掌握一技之长 回来可以承包蔬菜大棚 dès 开玩笑 下次见 joke 说 她请你准备 哪行 她是 她 这中间 人家里面吃不准备 我不 黄独犬的 她是 杂瓦的 这中选 她把她承误 我们还是 成绩的 她刚才 都行吧 柯榭身 都行吧 黄瓜 雪瓜 楼 青椒 菜出 菜出的 引进 因为 你那么杂瓦 不善言辞的萝卜 不会像城里家长那样 反复叮嘱 但大巴车 启动前 这一瞥关切的眼神 满满都是对儿子的期待 天一点点亮 目送着儿子尼玛乘坐的大巴车 一点点走远 罗布也要赶回工地 继续打工了 一个月后 尼玛结束培训 父子俩才能再见面 儿子走了 普赤也能暂时放下牵挂 今天是他学厨师的第一天 他特意找出一件 漂亮的衣服穿上 结村的习俗就是这样 但凡遇到重要的事 总要打扮一下 心情也都看得见 二一七六 对不对 主机 诺布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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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五 一时间 centers 一时间 诺布三个 诺布bot 服务 治疗 诺 Preis 卓 福 MR 有人 反而 你 厨师是个辛苦的职业 光是颠少和切菜这样的基本功 就会难倒不少初学者 更何况还有不少女同胞 虽然抱羊 赶牛也不轻松 但好歹比较自由 好几个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 土吃真有点吃不消 我二十四年会 我二十四年号 但我不可能要咯 我一人就要吃 咱们的身体 所以我一人就要吃 你一人就要吃 就要吃 那我一人就要吃 你一人就要吃 这也只是开始 普志心里想着一家人团聚的情景 也就坚持了下来 我们在一起和聊聊一下 我们在一起 感觉是一个总得的 所以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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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他有时候 我必须有些人 那些人 不然,你不想用 那些人 你不想用?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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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用 那些人 那些人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趕緊切手去看 這個是我買的 都花了4500塊錢 她女兒在我們同伴學生之家 每天都看到那個 郭伯諾在上去 下去的路上 刹車 刹不住 在這恆大人的安全一環 她本身年齡也高 可重點事故的話 反正我心裡想過不去 白羅和尼瑟夫妻倆都上了年紀 也沒有勞力 這樣的家庭在傑村為數不多 頓珠書記和扶貧工作隊 總惦記著她們 尤其是這個7歲的孫女 扶財 祖孙三人生活不易 这个月在顿珠书记的帮助下 白洛家只留了两只牛 其余的牲畜也都入股到了合作社 两位老人家不用再上山放牛 生活靠年终的分红也能有些富裕 孙女在假期也去了同伴之家 顿珠书记看到白洛天天骑着老旧的车接送孙女 实在不安全 就悄悄帮老人置办了新车 现在到冰冬家 我把以前的旧城收上来处理 这些年轻松的颜巾 是否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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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在副鱼 他不是副鱼 你找给人家 他不是副鱼 他运回来 我不是去鱼 你怎会给他 咯兽一花 一花 你给这什么一花 你给他们 你给人家 你给他们投赏 我多不死 你为了 你去鱼 不 哪上银澤 隐ials 都來自然 腳碰 媽媽 最怕 我也是 即可 我比較 Gua 一句善意的谎言 老人家满满的诚意 虽然引起了小小的误会 但也让住村工作队感受到温暖 这么多年来默默复出 总是会不经意间收获充满温情的回报 雨季还未结束 朴驰能否如愿以偿 学到足以支撑未来的手艺吗 节村牧场又有什么问题 等待顿珠书记去解决呢 宫间日记持续关注 宫间日记持续关注